第三节讲下一步要做什么 在本章的结束 我想对今后为解决意识本质问题所需的方法和实验 做一些大胆的猜测 关键是要对前脑神经元大大小小的集群的特性 建立理论性的认识 这可以通过电生理记录或者光学成像 从适当训练过的动物脑内记录风电位序列来实现 仅通过一次实验就可以获得数十亿比特的信号 如果对这些信号进行辨识 显示乃至理解需要新的计算手段和算法 当猴子在经历双眼竞争 闪现意志动智盲以及其他知觉刺激时 这里边指同样的刺激可以给予受试者不同的知觉 我们已经可以在其视觉等级结构的许多层次 以及在皮层额叶的许多神经元中 同时记录其风电位发放活动 现代麻醉技术使我们可以 在将电机埋植于脑内的情况下 快速使猴子陷入睡眠或者再醒来 这种技术使我们可以 对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状态进行直接比较 因此有可能提供发现NCC的关键线索 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 我们还可以将多电机长期植入清醒患者中 在取得患者同意的条件下 我们可以在他们进行有意识的知觉或者想象时 得到少量有关神经元行为的非常重要的知识 如果能进一步 以合适的方法 用这类电机刺激皮层组织 让受制者产生特定的知觉 想法或行为 将有无法估量的价值 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的精度 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虽然这种技术的时间分辨率 不像微电极那么高 但是它可以监视整个脑的代谢 血氧动力学或者神经元活动 通过使用复杂的磁共振染料 我们可以监视动物细胞内 钙粒子或基因产物的浓度是否上升 这种实验手段需要引起特别的注意 用于检测寄早基因的侵入式手段 可以反映神经元的活动强度 它们可以从液水的动物 或其他脑比较小的动物脑中 找出单个活动的神经元 这种研究手段将会大显身手 作为本书研究内容的关键背景 神经解剖学的重要性无以复加 这就像人类基因组计划 在理解分子生物学中的地位一样 我们需要大规模拓展 对皮层及丘脑内 具体的联合模式的了解 尤其是对每个皮层区域中 不同类型的对体细胞 它们的外观是什么样子 它们投射到哪里 它们是否有特别的遗传标记 有没有某种对体细胞 只出现在部分的皮层区域呢 当我们从一个神经元 记录风电位活动时 如果能知道该细胞的类型 以及它向何处投射 将会对我们很有帮助 我们对额叶皮层结构布局的认识 还处在原始的状态 这一现状极大改变 在额叶会不会像视觉系统一样 有某种等级结构 或者还可能有某种逆向的等级结构 正如我在全书中一贯强调的那样 神经元并不是一种 仅仅死板地将突出输入 转换成动作电位序列的机器 它们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特性 其中一大特性就是 神经元的轴突会投射到脑内不同位置 与不同种类的细胞相连 根据把细胞性质的不同 很可能神经元发放的信号也不相同 通过位于神经元附近的电极 我们能监视某个神经元的输出 接下来搞清楚到底是谁 在接收这个神经元的信号 就变得相当重要 现在广为使用的记录手段 都是匿名的 光用这种技术来分析 产生知觉的神经回路 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需要发展相关技术 诸如逆行刺激或者光激活 使得它们可以作为常规手段 应用在可行动的动物身上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某一区域内 投射神经元的详细种类 这对整个研究的帮助将会是巨大的 在脑内回路的探寻和分析上 分子生物学才刚刚开始发挥它巨大的潜力 一些正在研究的新方法可以抑制 包含特定基因的哺乳动物神经元集群 这种意志具有选择性 反应在顺势完成 并且该过程可逆 用这种手段分析相关回路 就可以验证本书中提到的很多观点 例如我们可以假想 通过干扰相关突出 我们可以阻断或者恢复 某类皮层到某类皮层的反馈通路连接 而不会干扰前向通路 这样我们就有可能直接估价 自上而下的反馈信号 对选择性注意和意识所起的重要作用 要想充分了解这类分子技术的广阔前景 我们需要先为小鼠 或更简单的果蝇等生物体设计出 测试它们注意力和意识的方法 这些测试必须足够卤棒 并且便于实际操作 使我们可以从大量 行为有突变的生物中进行筛选 第三届读完了 第十九章的总结 这一章把弗朗西斯和我 多年的概念性基础工作 总结成十条工作假说 这个临时性的框架 为建立更具体的假说提供了方向 新的假说 可以用现有的实验结果做检验 这个框架 还可以为进一步实验提供建议 在今后数十年内 一个新的理论大厦 将会最终替代我们的简单框架 弗朗西斯和我 力图用特定神经细胞的活动 以及它们相互连接 以及神经元集群的动态特性 解释意识第一人生视角的全部问题 这有点像下一盘三维的象棋 我们需要同时注意到意识的现象 生物体的行为 以及行为背后的神经活动 这样的研究做起来非常难 当然 任何有意义的工作都不会很简单 在科学的发展史上 我们正处在一个独一无二的时刻 我们有希望 用各种技术 揭示并分析主观心智 是如何从客观大脑中产生的 对于解释意识之谜 今后几年将是决定性的 这一章就总结完了 第二十章 访谈录 首先是一段 摘自路易斯卡罗尔 爱丽丝静中奇遇记的一段话 请你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吗 爱丽丝说 矮胖子看上去很高兴 你这会儿说起话来 总算像个讲道理的孩子了 我说默可名状 意思是这个话题 我们已经谈得够久了 还是说说你接下来打算干什么吧 反正你也不会一直停留在这个话题上 这一切对世间万物意味着什么 思考意识这一概念 自然而然就会引出一系列问题 意义 动物实验 自由意志 以及机器觉知的可能性等等 这最后一章打算以问答的形式回答一部分问题 这种假想的访谈录 对思考很有帮助 下面是假想的访谈的内容 主持人提问 柯赫来回答 主持人 首先我想请问 在着手解决意识这个问题时 您的整体策略是什么 柯赫 首先我坚持意识是一种 我们需要加以解释的客观现象 第一人称视角 感受 主观体验特性 觉知 感知觉体验 无论你怎么称呼它们 这些真实存在的现象 是从某些特别的脑活动中产生出来的 从太平洋上日落的深红色 玫瑰的香味 到看到狗被虐待时心中涌起的震怒 在电视上看到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时的机翼等等 这一切构成了有意识生活的方方面面 如果科学无法解释 为什么某些物理系统能够产生这种主观状态 那么我们对宇宙的理解就不能说是全面的 其次 我认为现在阶段 我们应该暂时回避 为什么意识会让我们诸如看听 或者感受自我等体验 对于这个复杂问题 哲学家们已经争论不休了 而我们则应该把精力集中在 寻找意识的分子和神经相关物上 我所关注的具体问题是 我们至少需要哪些神经机制 才足以产生某个特定的意识知觉 工脑科学家们使用的工具已经非常强大了 操纵哺乳动物的基因组 在猴脑中同时记录上百个神经元 以及对活人的脑进行成像 寻找NCC是一个有迹可寻 定义清晰的问题 并且已经可以通过科学间的交叉合作 对其进行研究了 主持人 您的意思是发现NCC 就能解开意识之谜吗 可呵 当然不是 最终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 为什么某种类型的复杂生物个体会产生主观体验 在何种情况下才能产生主观体验 为什么体验会以这种形式存在 我们要对这些问题给出原理性的解释 2000年来 人们做了种种尝试 企图揭开这个谜团 这个问题真的很难 回想当年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 它对我们了解分子复杂的机制 起了多么巨大的作用 两条由若清键连接的糖 磷酸 碱基长链 这个结构在暗示着某种机制 遗传信息 就是这样表达 复制并传到下一代的 DNA分子结构 把我们对遗传学的理解 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这是我们之前几代化学家和生物学家 想都不敢想的 类似的 如果有朝一日 我们能够找到产生某个特定知觉的神经组织的具体位置 辨明它们的输入和输出 了解它们的发放模式 并知道它们从出生到成年的发育过程 如此等等 这很可能会像DNA治愈遗传学一样 为研究完整的意识理论带来飞跃 主持人 您这么想会不会太乐观 柯赫 也许吧 但除了先确定NCC之外 目前还没有其他途径 有望解决意识的问题 在最近的200年以前 逻辑推理和内形是两种最常用的研究手段 但事实证明 这两种手段都不足以揭开意识之谜 你没有办法光靠思考就能解释意识 脑太复杂 受太多随机事件和进化过程的偶然因素的影响 这类空想的研究手段很难揭示问题的本质 你需要转而去寻找事实 脑具体是怎样由神经元搭建起来的 同时发放现象 对形成意识是否起了关键的作用 在皮层和丘脑中 错综复杂的反馈通路有多么重要 构成NCC 是否需要某种特别的神经细胞等等 主持人 那么在您对意识的科学探索中 哲学家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柯鹤 从历史上看 无论是有关宇宙的起源和发展 生命的起源 还有有关意识的本质 先天与后天的重要性 等等许多有关自然界的问题 哲学家们很少给出明确答案 在彬彬有礼的学术圈 如此等等 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值得科学家多加思考的 故而我会听取哲学家提出的问题 但是不会被他们的解答所左右 对哲学家提出的僵尸 对哲学家提出的僵尸 这一概念 我就是如此处理的 主持人 僵尸 您是说被邪灵附身 伸着双臂走动的尸体吗 科赫 不 我是说像你我一样的人 但是他们自身没有一丁点意识 查马斯和其他哲学家们 借用了这种没有灵魂的虚构生物 来说明 我们并不能从宇宙的物理规律中推出意识 就算我们懂得了物理学 生物学 心理学 我们还是无法了解 为什么宇宙会存在体验这个事物 或者体验究竟是如何生成的 要理解这些问题 我们还需要别的一些东西 哲学家们所提出的虚构的僵尸概念 对我并没有很大帮助 弗朗西斯和我对原概念略作限定 用这个通俗易懂的名词 来指一组快速而模式化的感觉到运动行为 这些行为本身并不能产生有意识的感觉 运动控制就是最好的例子 当你想在一条道上跑步 你跑就是了 你的本体感受器 神经元 以及谷歌机系统会负责其余的工作 于是你就跑起来了 然而若是想对这个问题进行内行 你脑内可能只是一片空白 意识 无法触及这类看似简单行为背后的 一连串复杂的计算和动作 主持人 那么可不可以说 僵尸行为只不过是一些更复杂的反射 可贺 是的 你可以把它当作在皮层上的反射 要想拿一杯水 你需要伸开手臂 自动张开手 并握住杯子 这个动作就包含了从视觉输入到控制胳膊和手的僵尸动作 日常生活中 你每天都要做成千上万个这样的动作 当然你能够看见杯子 但这类有意识的知觉是通过另一套系统的神经活动才得以实现的 主持人 你的意思是 在有意识的正常人体里 也同时存在着下意识的僵尸系统 可贺 完全正确 在人们日常行为中 僵尸行为的比例大得令人吃惊 无论是开车上班 移动双眼 刷牙 挤鞋带 还是在大厅里和同事们打招呼 或者打礼家务 这些活动都是自动完成的 另外一些经过训练的活动 如攀岩 跳舞 武术 或者网球 这些活动都是在无意识下的不刻意思考的情况下才能有最佳的表现 如果在某一步的运动上考虑太多反倒会影响这个流畅的执行过程 主持人 那要意识有什么用呢 我可不可以就是一具僵尸呢 可贺 从逻辑上说没有问题 你若是真的选择做一具僵尸 那种完全没有感觉的生活 也许会很无聊 当然作为僵尸 你自然也不会产生无聊的感觉 不过这个星球上的生物 还是选择了有意识进化这条路 某些非常简单的生物 也许除了一些僵尸体之外 就没有别的什么了 可以说 也许蜗牛或者蛔虫之类的生物 不会有任何感受 但对于有着无数输入感受器 和输出效用器的生物体 比如哺乳类动物 如果为某种可能的输入输出 组合都建了一套僵尸体 这个代价就太高了 都装在炉内 恐怕也会太占地方 生物在进化过程中 选择了另外一条路 以处理意外状况 和对将来做计划为主要任务 做出一套强大而灵活的系统 NCC采用了一种简洁的方式 选择性的表达环境中 你所关注的那部分信息 这些信息会通过某种计时记忆 传达到脑内的决策单元 用计算机的术语来说 觉知的当前状态 对应着CPU的缓存 当意识流从视觉性直觉 转移到记忆或者说话 缓存的内容也随之发生着变化 主持人 我明白了 意识的功能是在缺乏自动机制的时候 对一些特殊情况进行处理 这么说确实有些道理 但是为什么这一切 要与主观体验密切相连呢 科赫 问题就出在这了 对这个问题 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回答 或者具体讲 现在的各种回答还存在各种问题 没有哪个理论听起来很可靠 或者被广为接受 弗朗西斯和我认为 意义在意识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主持人 就像用在词意中的意义的意思吗 科赫 不 不是语义学的意思 我看到 听到 或者感受到的外界物体 并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符号 而是还能引起许多联想 就拿我手中这个漂亮的慈悲来说吧 淡青色的花纹 让我想到我小的时候 我还知道我可以用这个杯子泡茶 而且如果这个杯子摔到地上 它一定会碎 这些联想并不一定要是外想的 它们是在我一生之中 通过无数与外在世界的感觉运动 相互作用中 而慢慢积累起来的 这种难以言表的意义 就相当于 表征这个慈悲的神经元 与对应其他概念和记忆的神经元之间 全部突出相互作用的总和 这些大量的信息通过与杯子 直觉相关的主观体验特征 以一种非常简洁的形式表现出来 这就是你体验到的东西 暂且先不谈意义 数百年来对于意识的探讨 一直充斥着各种无凭无据的猜想 我们的理论框架的重要之处在于 根据这一框架 可以对意识做具体的测试 僵尸体只有在当时当地起作用 所以它并不需要短时记忆 如果你看到有任何人向你伸手 于是你也伸过去手同他握手 这时因为从看到对方的手 到伸出自己手存在一个时间差 僵尸体就无法处理了 它并不是为了处理这种事情而进化出来的 我们需要一个虽然慢一点 但功能更强的意识系统来取代它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实验 区分意识与僵尸 在动物 婴儿 以及因病失去交流能力的患者身上的区别 我们强令受识者个体延迟几秒钟后 做出某种选择 比如令它抑制某种本能行为 如果该生物不需要大量的训练 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 那么它一定使用了某个规划模块 至少对人类而言 这个模块与意识的关系非常紧密 如果用某种方法破坏了 产生这种动作的NCC 那就不再能做出延迟反应了 主持人 这个测试听起来不怎么严格啊 科赫 现在要给一个明确的定义还为时尚早 请回想一下20世纪50年代的情形 要是分子生物学家在那时 对基因的确切定义故里重重 他们又能有多少新发现呢 即便到今天要想说清楚基因是什么 都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你可以把我的方案比作为某种图灵实验 不过图灵实验是针对智能 而这里也是针对意识 这个实验能很好地应用到梦游的人 猴子 小鼠 以及营类上 这才是这个测试的意义所在 主持人 等一下 您是说昆虫也可能有意识吗 科赫 很多学者认为意识需要语言 还需要对自我的表达 因为有了自我才能够进行类型 毫无疑问人类可以自己考虑自己 然而这种能力只不过是某种早已存在的 更为基本的生物现象的一种最新的表达方式 意识可以和非常基本的感受有关 比如你看到的紫色或者感到的疼痛 这种感觉难道需要语言 或者需要高度进化的自我感吗 即便是患有重度自闭症的儿童 或者是严重的自我妄想症和人格解体症的患者 他们仍然具有基本的直觉意识 也就是能看能听能嗅 我所研究的这类直觉意识 比语言更早诞生 于是自然会有人问 意识可以追溯到生物进化史的哪个阶段 URR-NCC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根据不同哺乳动物在进化史上的同源关系 以及人猴子狗猫脑结构的相似性 我认为啊 他们都能够对他们所看到听到闻到的东西有所知觉 主持人 那小鼠呢 他们可是生物学和实验室里最常用的哺乳动物啊 可贺 操纵小鼠的基因组 无论是添加新的基因还是剔除原有的 都比较简单 分子生物学家可以用延迟测试来实际区分僵视与意识 就研究NCC的基础而言 这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模型 我的实验室和其他一些人正在探讨 用经典的巴普洛夫条件反射 以小鼠为模型来研究注意和觉知 主持人 等一下 为什么您刚才说觉知而不是说意识呢 这两个概念有什么不同吗 可贺 没有什么不同 这其实只不过是社会上的习惯 一提到意识二字 某些同行啊 就会异常反感 所以在写科研项目申请 或者提交学术论文的时候 改用觉知 更容易瞒天过海 回到刚才关于动物意识的话题 为什么我们的研究最多就到小鼠 或者说就到哺乳动物呢 为什么要围皮层是从呢 我们真的能够确定 大脑 及其附属组织 对知觉意识 是必须的吗 由于根本就没有皮层 它有意识吗 蜜蜂呢 蜜蜂 有上百万个神经元 它们可以完成非常复杂的动作 甚至包括视觉模式匹配 据我所知 十万个神经元就足够 一个生物体能看 闻 甚至感受到疼痛 也许连果营都具有某种非常有限的意识呢 只是我们今天还不知道而已 主持人 这听起来也像是无凭无据的猜想 柯鹤 到现在为止 确实还是猜想 但行为学和生物学的实验 会让我们从猜想走向实践 而这正是我们的理论框架的新意所在 在此之前 根本谈不上对意识进行测试的问题 主持人 这些实验能用来测试机器是否有意识吗 柯鹤 我不光是加州理工的生物学教授 还是工程和应用科学系的教授 所以我自然会从神经生物学 进行类比的角度 考虑人工意识 任何机体只要能表现出 超越本能以外的行为 并且这种行为 还以某种方式表达符号的意义 那么这种机体本身 就有可能存在知觉 英特网作为一个整体 是一个拥有无数计算机节点的分布式互联系统 它是产生式系统的一个生动粒子 的确尽管确实有文件 交换系统将海量的计算机连接起来 并且还有各种分布式的算法 把数学上难解的问题内 分散到上千台计算机上来求解 但是计算机间的 这种组织和脑内 互相兴奋意志的神经元集群 相去甚远 整个互联网上 不存在集体行为 我还没有见过 事先没有在软件中 设计好 而能够自发产生的大规模的 有目的的行为 除非它不依靠设计者 能自己实现 像控制电力供给 管理航空路线 或者操纵金融市场 这样的行为 否则我们不能说互联网有意识 随着自主运行的电脑病毒 和蠕虫的诞生 也许将来情况会有所改观 主持人 它能做出各种类似的反射的行为 比如 规避障碍 防止电池耗尽 或者与其他进气人进行交流 它还有一个通用的规划模块 它能算是有意识吗 可贺 如果通用模块 强大到能够表达机器当前感受到的环境 比如它自身的信息 以及从记忆中提取 与当前环境相关的信息 因此可以独立完成有意义的行为 此外 再假定这个机器人可以学着 把感官事件 同正负目标状态联系起来 得以借此引导自身的行为 比如环境高温会导致机器的供电电压降低 这是它一定要竭力避免发生的情况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温度升高 对于机器人 就不仅仅是个抽象的数字了 它与该个体的健康信息相关 对于这样一个机器人 我认为 它可能具备了某种程度的原始意识 主持人 这好像只有原始的意义啊 可贺 的确是这样 但是在你出生的时候 你除了能够感到疼痛或快乐之外 还能有更为丰富的意识吗 当然 意义也可以源自其他地方 我们可以想象 这个机器人通过非监督式学习 建立起某种感觉运动表达 它会在跌跌撞撞中吸取教训 并发现它的动作会导致某种可预测的结果 同时 它还可以通过比较多的感觉模态的信息 建立更为抽象的表达 比如 嘴唇的运动和某种断断续续的声音模式 常常一体出现 某个概念 外显表征的程度越高 其意义也就越丰富 要想建立这些意义 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让设计者 完全仿着儿童的发育期来设计机器人 主持人 这就像电影2001太空漫游里边 那个偏执狂计算机 HAL 不过您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问题呢 延迟测试是否能把真正有意识的机器和假装成有意识的冒牌货 区分开来 柯赫 这个测试是用来区分生物体的反射系统和意识系统的 但并不意味着同样的测试对机器也有效 因为有些生物在进化 行为或者结构上都与人相似 我们可以说 因为我是有意识的 所以和我相似的物种就越有可能有意识 并不能以此作为判断 某些生物是否具有直觉能力的标准 但是机器就其设计起源和外形来说根本不同 上述判定准则就不适用了 主持人 那我们换个话题 您能谈谈在意识的神经相关物上 您最早的想法吗 和弗朗西斯提出了什么 柯赫 在1990年 我们首次合作发表一篇关于NCC的论文 文中提出 有一种形式的意识 需要与不同皮层区域神经活动的动态绑定相关 主持人等一等 什么叫绑定 可贺 想象一辆呼啸而过的法拉利跑车 这一情景会诱发你脑内无数位置产生神经活动 但是你只看到一个红色的车型物体 往某个方向运动 并且发出巨大的噪声 这个完整的直觉需要融合各种神经员活动 包括表达运动 色彩 形状和声音的神经员 与此同时 你还注意到 有一个遛狗的人走过 这种情形也需要某种神经表征 而这种表达不能与法拉利的表达相混淆 与我们发表1990年那篇论文同时 由辛格和埃克航分别领导的两个德国研究小组 各自独立发现了某种条件下 猫屎皮层的神经放电存在同步现象 通常这种现象会周期性的发生 于是产生了著名的40核子震荡 我们提出这一现象 是意识在神经员层次上的标志 主持人 这些实验依据现在看起来如何 柯鹤 在神经科学界 在同步和震荡问题上至今还分成两派 如果某个学术期刊 先发表了一篇文章论述他们的功能意义 那么下一期一定会有文章站出来否定这整个概念 这种情况和毫无根据的冷核聚变不同 20到70赫兹之间的神经员震荡和同步发放现象 已经被人们广为接受 但是有争议之处还很多 我们对数据的解读是这样的 同步震荡的发放会使代表了某一个知觉的集群 意识其他集群 最终取得主导地位 这一机制很可能对注意偏好起到了至关作用 但是我们现在不再认为40赫兹 是产生意识的必要条件了 这类不确定性的节症在于 现在的工具并不适合于探索 作为产生心智基础的神经网络 皮层包含数以10亿计的细胞 而最先进的电生理技术 可以同时监听上百个神经员的发放 这个数字只占全部神经细胞的千万分之一 而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同时记录几万 甚至几十万个细胞 主持人 所以啊 如果NCC真的是基于神经元集群 那么他们很容易被淹没在 数十亿个神经元相互通讯的噪声之中 可贺 完全正确 这就像随机找几个人记录他们每天的谈话 而我们却要用这个数据来测试一次大选 主持人 我明白了 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您接下来的工作 我们先暂时停止到这 读这些文章啊 大脑已经很累了 有些疲惫 下边的内容呢 我们分段 以后再读 我们继续读第二十章 访谈录的后半部分 我现在是在街边的小公园读 所以可能有鸟叫声 也有汽车的杂音 不知道后期能不能鼓励掉 主持人问 柯贺您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接下来的工作 柯贺说 这就要提到我们1995年关于意识的功能的工作了 在此之前我们一直没有考虑这一点 我们猜想意识的主要功能是为将来做计划 使得生物体可以快速应对紧急状况 这个观点本身和其他一些学者的想法并没有很大区别 但我们关注的是意识的功能会在神经解剖学上产生何种结果 这就将问题向前推进了一步 因为脑的规划单元位于额叶 所以NCC一定要直接和这些脑区打交道 结果我们发现在猴子的大脑中 位于脑后部的初级的视皮层区 也就是V1区内的神经元 完全没有输出到脑的前端 于是我们的结论是 V1区的神经元不足以产生视觉知觉 视觉的意识需要更高级的皮层区域参与 这并不是说完好的V1区对看到东西不是必须的 我的意思是你眼中的神经活动和你的视觉性的知觉不一样 要不然的话你会在盲点处看到一个灰色的圆盘了 因为视神经汇聚在盲点处离开视网膜 所以在那个位置没有感光气 V1区的活动对于视觉来说是必要但不充分的 可能对视觉想象和具有视觉体验的梦来说 V1区都不是必须的 主持人 我没法理解你为什么要就这个问题说那么多 就算NCC不在V1区那又怎样呢 可贺 如果NCC不在V1区 而且有证据表明这很有可能 那么我们的假说就让意识的探索向前迈出了坚实的一小步 之所以如此让人鼓舞 是因为这表明如果用了正确的方法 科学家们就可以逐步揭开意识的物质基础了 而且我们的假说也同样意味着 有的P层活动并没有在意识中表达出来 主持人 可P层那么大 NCC究定在哪呢 可贺 如果要讨论视觉意识 你就要到知觉性的视觉的通路中去找 下孽叶P层也就是IT区 以及周围的一个集群 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它受到来自扣带回 以及前额叶P层细胞的反馈 通过这种回响反馈活动 该集群在竞争中最终获胜 用意义剂或者功能性核子共振成像技术 能够检测到这种竞争的痕迹 针对这些区域的电生理学探索 正在飞速进展 其中视错觉是一个颇为流行的思路 发生错觉时 图像与相关的直结并非一一对应 虽然输入还是同样的输入 但是你看到的时而是一个东西 时而则是另一个 比如内克尔立方体 就是这种双稳态直觉的一个典型例子 我们可以利用这类双稳态直觉 来追踪前脑不同类神经元中 关于意识的蛛丝马迹 主持人 为什么一定要引入 从皮层感觉区 到脑前端的回路呢 呵呵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意识在生物体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 就是应对各种无意识的感觉运动体 所无法处理的突发事件 很有可能 正是额叶的传入传出投射在负责规划 思考推理 以及产生自我 即让我强烈的感到 在我的脑袋里面存在了一个微星人 那才是真正的自我 微星人的原本意思就是指脑袋里的这个小人 作为前皮层的一部分 尖是后皮层 或者用解剖学的术语来说 前扣带回 前额叶 以及前运动皮层 这些区域收到了来自后皮层的 很强的驱动性的突出输入 主持人 那在微星人的脑袋里又坐着谁呢 您这不是循环论证了吗 可贺 不是这样 只要微星人本身没有意识 或者同有意识的心智相比 微星人 微星人所行使的职能更少 那就没有问题了 主持人 微星人可以自由地产生动作吗 可贺 对意志的知觉与意志力本身 这两个概念 必须要区分清楚 比如说 我举起我的手 我会自然觉得 我想这么做 没有人叫我这么做 而且在几秒钟之前呢 我也没想到过要举手 这种控制力 主体感 就是我能控制我身体的这种感觉 对生存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我的大脑就会将这些动作标记为 我自身的 对于主体感的知觉 当然也有其对应的NCC 神经心理学家维格纳指出 这种我能完成某个动作的信念 可以被看作是某种乐观主义 它使我能够充满信心 而且又自在地完成 那些悲观主义者们从未尝试过的动作 主持人 那您觉得 您举手是因为刚才发生的事故导致呢 还是因为自由意志 柯赫 你是想问 从行人上学的观点看 在物理学定律之内 可否存在某种自由意志吗 对于这个古老问题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 不过现在还没有一个广为接受的解释 我确实知道 存在很多动作与意图相分离的情况 在日常生活中 你会经常看到此类的错误 比如在攀岩时 你想爬上那个平台 身体却跟不上 因为身体已经被吓住了 或者在山路间跑步时 你的意识已经松下来 但双腿还在前进 想做某个动作的体验 与动作本身 还可以通过更极端的形式分离开 例如 催眠 叠线 笔线 辅助沟通疗法 灵魂附体 在群体中的去个性化 以及人格解离症 等等 然而我举手的动作 是否就自由地 像瓦格纳 那本书叫 《尼伯隆根的指环中》 齐格弗里德 摧毁诸神的 就秩序那样自由呢 我表示怀疑 主持人 从你刚才的话听起来 你是否认为 对NCC的探索 可以和自由意志的问题 分开来谈 可贺 是的 无论自由意志是否存在 你总还得解释体验和感觉之谜 主持人 那如果真的发现了NCC 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呢 可贺 最显而易见的是实际应用上的结果 我们可以跟踪NCC状态 这种意识剂 可供医务人员监测早产儿 婴儿重度自闭症患者 早老性的痴呆患者 以及因伤不能讲话 甚至不能做任何表示的病人 观察他们是否有意识 他还可以改善麻醉师的工作 在了解了意识的脑基础之后 科学家可以确定 哪些物种具有直觉能力 是不是全部灵长类的动物 都能够对他们看到听到的产生体验呢 所有哺乳动物的情况呢 所有多细胞生物的情况呢 如果真的发现NCC 就会对动物权力的讨论 进行的更加深远 主持人 这个怎么说呢 可贺 对于没有NCC的物种 我们就可以认为 它们只不过拥有 固定的感觉运动回路 但不存在主观体验的僵尸 我们对这些物种的保护力度 就可以啊 比那些在某种条件下 产生出NCC的动物呢 弱一些 主持人 那么是不是你不会用任何能够感受到痛苦的动物来做实验呢 可贺 在理想的情况下 我不会用的 但是 我的一个女儿啊 在八周大的时候死于 婴幼儿突然的死亡综合症 我父亲在经历了12年帕金森的痛苦之后 最终并发阿尔兹海默症而去世 我的一个好友啊 因为不堪精神分裂症的痛苦而自杀 我们需要动物实验来消除这种种折磨人类的神经疾病 进行动物实验应当小心谨慎 充满同情 并且尽可能获得动物的配合 主持人 这些理论对伦理和宗教能产生什么影响呢 可贺 从形人上的角度看 重要的问题是 神经科学家能否成功地从相关性的研究 进一步渗入到因果关系的研究 科学要给出一条从神经活动到主观知觉的因果链 它需要一个理论来回答什么样的生物体 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产生主观感受 这些感受是做什么用的 以及感受是如何产生的 这一连串问题 如果我们大胆地假设 若真的不用借助新的 无法客观定义或者衡量的实体 就可以建立起关于意识的理论 那么自从文艺复兴以来的科学追求啊 就能够着手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最后一个挑战 人类就能对心智如何从物质中诞生这一词 这一个问题啊 给出一个完备的定量的解释 这必将对伦理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包括给出人类的全新的定义 此定义很可能会与不同时代 不同文化的人们所总结出的传统定义大相径庭 主持人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赞同您这样的说法 很可能有人会把这种看成是科学暴力 而没有人性的一面 它要把整个宇宙的意义和重要性铲除干净 可和 为什么要这样想呢 为什么我们对周围世界的欣赏 会因为这些知识而减弱呢 我所看到 闻到 尝到 摸到的一切 无论是你我这本书 我们呼吸的空气 我们立足的大地 天空的星星 全部是由92个元素构成的 我对此呢深感惊奇 这些元素还可以按一定的周期排布 而这些又都是建立在更为基础的 脂子中子电子三种基本粒子上的 难道是卡巴拉之事下 这种密教形式 可以给人带来更大的满足感吗 全部这些知识都不会丝毫影响 我对生命 对人 狗 自然 书籍 以及音乐的热爱 主持人 关于宗教信仰呢 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相信 人死之后灵魂会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 你对这些人想说些什么呢 科学 很多这样的信仰都与现今的科学世界观相矛盾 我们现在已经搞清楚了一点是 任何有意识的动作或动机都和某种物理基础相关 当生命结束时 意识会灭亡 因为没有脑就没有心智 但是 这些 毋庸置疑的事实 不能用来排除某些关于灵魂 复活 或者上帝的信仰 主持人 您花了五年时间写书的任务终于结束了 您的孩子也都考上了大学 那您下一步打算做什么呢 科赫 就像M 赫佐格在第一次登上喜马拉雅山脉的 安娜普尔纳风时说的那样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下一个安娜普尔纳 全书完 好